I wanna take you to a please not verify my leader 进入演艺圈的渠道很多,哄的方式也是千奇百怪,但要求稳妥还是前辈扶持几率更高,见效更快,不知不觉力碰逐渐变成对娱乐前辈意味,人脉甄别要素,而在综艺切代新人数量最多,范围最广的恐怕还是要数芒果牌的两大支柱和炯,汪寒了,和这两位大老代人的水果, 不准真是天差地别,和老师几乎力碰无误,眼光独到,从快乐家族到马力,从王家尔到魏大勋,看重一个成一个,反观韩哥,如果说真存在湖南台义和之争,那么在力碰新人这方面,汪寒真是惨败,曾经被汪寒调教的新人如今怎么样了呢? CANEL 1,前锋,天天兄弟仅剩个固定班底,前锋真的是独得汪寒冷宠,从天天向上,到火星情报局,汪寒一直把前锋待在身边,从边缘化的主持到紧跟C位的副手,前锋倒是忠心耿耿,可就是这样全方位的力碰,前锋的成绩却一般,主持功力定格于活跃气氛, 表演图了,恰红学少年,和,湘江北去,在无作品,几年前主持资格考试,居然还传出成绩不合格,将无法留任的传言,今年的,我家那小子,萌丧的生活态度给他带来的不是人气而是抨击,十年的力碰,是说他把握不住机会还是能力不行。 无从知晓了,天员,天天兄弟里唯一接受过波音主持教育经历的成员,天员的台风和主持技术还是很不错的,作为能辅助汪寒流程理顺的他配合相当默契,一度成为汪寒接班人,可这个本能通过汪寒的力碰下在综艺舞台发光发热,却在作风上摔了灯喉。 2015年5月4日,田园出轨风波席卷娱乐圈,有图有真相的爆料帐,天天向上,陷入舆论风暴,田园主动辞职,离开了主持七年的节目,可能汪寒惜才,将田园带尽,火星情报局,但观众对田园节目上秀恩案被递离出轨的行为无法认可,最终还是被淘汰,自毁虔诚,也是毁了汪寒对他的信任。 3.薛之谦 薛之谦的翻红不仅是因为才华和努力,更是源自火星情报局,汪寒的力碰,薛之谦从火星情报局,出发,完全放飞自我,挖掘出钱藏的综艺才能。 上一季还被汪寒推荐为副局长,然而考试来了,坏事也要临头。 2017年9月8日,那条宣布和前期高美心复合的微博就是薛之谦命运的转折点,看看汪寒捧红的这些人,就知道为什么他做不了湖南一哥了。 原本的申请人设在这条微博的风托下高大伟案,可前女友李宇童的今天一报,薛之谦骗前天色,婚内出轨,摆拍编造等等事实一个个浮现在眼前,让老薛苦心经营的一切瞬间崩塌,人气下滑,如今高磊新生产和婴儿合照又被吐槽。 尽管千友不离不弃,但现在薛之谦恐怕无法心安理得的卖人设了,汪寒丽捧名单中最可惜,最无奈的一位,真名来自台湾的综艺小天王。 以他的幽默,机智和励志不舍吸了多少粉,快粉友和炯蟹那,那天天的法宝就是汪寒OB。 这位汪寒最得意的搭档,却在节目改版掉档的关键时刻,突然宣布退出,令人措手不及,退出后,大张伟紧急救场组成全新阵容,而OB则败郭格刚为师,转入相声旁。 郭老师对这个徒弟疼爱有加,宣称要让OB三年红过月云鹏,然而败师两年零两个月,OB的人气直线下滑,出演的综艺少吃又少,相声舞台又是磕口又是被打。 心酸不已,天天向上,十周年舞台,全部兄弟到场庆祝唯独少了内地发展的OB,当年突然离开是否有引擎或误会不得而知,只看到汪寒内眼活缩,对坚守这么多年的节目如金腿是明显而无奈,力捧新人对于娱乐圈可不是一个简单事儿,对方的人品,潜能,发展都要在考虑之内,否则待人如带或一般随便,很红容易崩坏也快, 还会危及自身,尽管汪寒自己能力突出,在寻求突破中能量有限急需辅佐,恐怕这才是他含量力捧却无果的原因,祝福寒歌以后能跪眼识人,毕竟现在在身边的拖累已经足够了。